这是一个叫做挪亚方舟的一个Coin 其实它也是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你觉得它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呢? 它的圣经故事里面就是说 挪亚和它的动物飘浮在海上很久之后 它们就看到有一只白甲 带着这个橄榄枝 就是说看到绿地 应该是水退了开始有绿地才会有小雀 太阳出来 后面有山 这些海浪 它想包含很多的资讯在这个Coin 但是好像不是做得那么成功 你觉得好像很乱 那你是要很细心地看 哦!原来你是想说这个 里面包含了这些物件在里面 那这个是 阿曼陀 Republic of 阿曼陀 但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 可能都是非洲一些很晕的 小小的国家 那应该 因为有一边是狮子一边是鹰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欧洲的 我怀疑 我怀疑 我猜的 那这些回合呢 就 保不保值 我想都没有什么特别保不保值 只是 你想要一个不同的银行 那是 就是 加一些不同的东西 下去你的组织 就是 没有那么单调 那你说 这些的 应该是 是以万计的了 是买来买去都 卖不完 那种 那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请你给个like 这个video 和subscribe我channel 多谢